嗨 又见面了 特朗普遇袭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在表面上呢 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张会流传很久很久的照片 但是其实呢 这件事情还会彻底的改变特朗普的个人形象 还有他在这样一场美国大选当中的叙事 他的核心标签呢 过去是分裂美国者 种族对立纵容者 国会山暴乱的煽动者 还有重刑犯等等 而现在呢就直接变成了 在运袭之后仍然不忘鼓励支持者的斗士 在讲究繁复设计包装 许多细节都充满着排练感的美式选战当中呢 反映机敏的特朗普 在那一瞬间的选择和表现 让选民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力 这样一种真实的人格和性格特质 将主导着未来数周的媒体传播 而他的竞选团队呢 也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份天资的营销良机 7月15日的共和党大会上 特朗普以右耳裹着白色纱布的 形象登场 在现场呢收获了无数支持者们 排山倒海般的欢呼 那么他呢也就正式被提名为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特朗普这一边这种上升的形象呢 与另外一边深陷泥潭可能会狼狈较棒的拜登相比 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当下两党的政治形象的缩影 华尔街日报最新首页文章的标题就叫做 拜登的核心圈子该如何努力掩盖住衰老迹象 当然了现在就对美国大选盖棺定论太早了 民主党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英国前首相哈罗德维尔逊就说过一句话 就是在政治里一周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在还有114天的美国大选的赛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会发生 枪击案发生的当时呢 财新记者就在现场 那么关于枪击案的记者首计 枪击案后美国两党的势头的变化等等 以及特朗普刚刚在共和党大会上 选定自己竞选副手的后续影响 都可以去财新网看看相关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